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含什么呢 侯秀出说他要捐做公益 过去有谁讲过这样的话 马英九讲过 吴伯雄讲过 朱立伦讲过 现在侯秀出又讲 真的能够捐出来做公益吗 你算一算这个前提要什么呢 你要扣掉这个退休金 办公厅社还有付债裁决 所以你要捐公益到底是真还是这样 好 算一算国民党说只剩160多亿 这里头还要留60亿来做政党的运作 其实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公司来看 你很少看到没有制造业的一个贸易公司好了 它的资产可以高达60亿 这里头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 更何况财政部认为现在的党产 可是有800多亿 好 首先接受今晚来宾 一起来欢迎政治评论者福中信 主持人 大家好 立法委员刘赵好 主持人 大家好 立法委员林奈华 大家晚安 请听在地的声音 介绍我右手边三位来宾第一位 台北市议员林国成 主持人 各位 大家好 国民党的文庄会副主委李明贤 大家好 稍后前北市议员杨石秋也会加入讨论 好 VCR 我们先来看 这个是挑灯夜战 不过几乎没有三读法案通过修会了 表决到深夜 好 接下来是不是八月再战呢 到底结果是什么还不知道 感觉这是国民党的焦土策略吗 你看到两三百个案子一一的读过 就算每个花一分钟 这长时间下来 就是要来背个不当党产的处置条例 我们来看一下困兽之斗 还是这真的是国民党的曙光 今天的执政党不可以用它的一个权力 来毁灭掉一个合法的政党 用它不法的一个手段 如果这个恶法一旦通过在立法院 当然国民党将一无所有 我们不怕 两年内党产捐公益却有单数 扣除负债后 如有余额 全数捐作公益 国民党自算党产剩下166亿元 扣除人事薪资费用将近90亿元 办公厅设60亿 还剩下16亿元 但洪秀柱说的负债有多少 还要扣除 到时候真的有钱捐吗 绿营质疑根本骗局一场 搞不好算一算最后还是负数 那到底会不会捐 还是不是要 还要靠大家再捐款给国民党 尤其这负债究竟有多少 竟然得到这句话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明确的算出来 到底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内院会期最后一天 难以为了阻挡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使出暗海战术 拖延再拖延 民主党也决定不正面冲突 跟着号到底 不当党产条例 只能拖到临时会载战 好来议员我们再看说 国民党这一次的拖延议程 拖延战术如何 算一算如果说夜答案五分钟 那拖延75个小时 所以昨天我们看到挑灯夜战 这个结论不知道 下一次有没有结论 还是不知道 可是你这一次来看说 国民党说他挡下这个 党产条例之后 你看进行几乎是一再出包的 表决大战挡下立愿挑灯夜战 一事无成 临时会再战 寄予厚望结果最后是一事无成 我不知道说第一个 你如何来看这一次 国民党的拖延议程 他们的立场跟态度 他们的表现 第二个 你说要捐党产有可能吗 有这可能性吗 我在想看昨天在立法院 所有立法院的表现非常认真 哎呀 挑灯夜战到12点才结束 那台湾人民看起来 好像是真的非常认真 可是台湾人民真的 母煞煞 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 今年1月16号 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 告诉国民党 把不当党场准备 扫进历史的灰烬 这是很事实 已经用选票去证明一切的 我不晓得国民党还在演什么戏 国民党昨天的做法就是 和华的议事规则提了294案 这个就叫做和华掩护辉法 他们当然可以提294案可以提 但是也可以记名表捷 或者棘手表捷 那记名表捷啊 输家前院长就更惨了 他要练朗读 两位委员在这里 那个时间是要用多出来 那国民党为什么会多出来时间 去表捷这294案 我看 看电视昨天在11点钟的时候 只有表捷到94案 还有100多案 那很明显 在12点钟是不可能结束的 所以我在看国民党这种 憋格手法 是拖延战术嘛 延后通过 党场不当条例而已嘛 所以我是认为啦 我是认为 这也是果延残喘的而已嘛 这个是可以解决问题吗 最后我认为在临时会 还是会通过嘛 那我是在看 昨天这种演出啊 老百姓看在眼里啊 真的痛在心里 第一个 国民党还是不知悔改 硬干到底 那民进党呢 我在看 是配合演出 或者束手无策 台湾会说一句话啊 在义士殿堂啊 背公主堂主啦 背公主堂主啦 所以这台湾人听听就说 背公主堂主是什么 硬作为而不作为 这是民进党的作法吗 所以我认为只有一个就是 陪国民党背公主的特殊啦 所以我是觉得啊 我是觉得国民党就很奇怪 一方面你的洪主席宣布 除了合法的开支人事开支 以及应该应有的办公会以外 其他只要有剩余 你们愿意把它捐出来做公益 那奇怪啦 做一套做一套 这台湾人民看来对国民党有什么感觉 您改一评评断 所以我是觉得 你说国民党 这党产条例如果过了 你们就破产 破产跟台湾八成有什么关系啦 所以破产对台湾人民这么重要吗 那大家可以看 另外国民党通过党产不当党产条例 啊就会政党斗争 真的是这样吗 台湾人民要的是一个真相而已 没有什么政党斗争 不斗争的 这有什么好 这个党产只是归给国家的 是归给国家 也不是民进党的啊 那归给人民还给人民的 是还给人民也不是民进党的 怎么会政党斗争呢 不要说得那么严重 所以我是觉得啦 我还是要奉献国民党 不要困受之多 真的这样搞下去 你会输了理智又失了面子 这国民党 要回去转折一下 我也要奉献国民党 不要去搞拖拔啦 所以这有两首歌嘛 一个就唱完以后 真的哦 搞不好明天会更好 所以我是觉得 国民党要放开心胸 如果你不开放开心胸 你永远是折磨你自己 所以 看那贵的啦国民党 所以我还是请国民党要想一想啊 你们这个党产 到底是奶水或者包袱 如果是奶水 那你们继续干啊 如果是包袱 就不要坚持的吧 那当然 我是认为国民党啊 如果要成为新的国民党 那就要断碗求生 才有可能一火重生嘛 这国民党我跟你说 你们以前在含阿共 症症的时候 你不是有这种区别 还是这准啊 说到当东山 你们就放不开 所以我是觉得 国民党要一火重生 你就要有那种断碗求生的 这种意恋嘛 那最后一个我是觉得啦 党产条例通过 我希望回归法治 有法律来做评断 你也不要一直觉得说 这个就是 这就是民进党在把我签算国民党 也不要这种想法 台湾多数人民还是希望 把党产查得清清楚楚 过去的党产 过去的日记 印给国家的 然后你作为国民党党产的 你把它交代清楚 你们说要兼 你们说要清查 还要两年 奇怪 国民党接触这么久了 你们所有的董主席 都说要清查 都要归零 是怎么查到这准 二三十年查不好 干脆就有疏忽 就有这个条例 来给你们查清楚 那不是很好吗 还给国家的 就还给国家 那你们从百姓手中 去得到了 非法得到的这个 该还给人民的 就由法院来认定 该还给人民 就还给人民 这说得很合理的嘛 那国民党拥有的 你们不是讲 你们不是有教授在说 你们国民党的党产要光明正大吗 经过法院 给予你们名正言顺的党产 这才是光明正大嘛 所以台湾人民 做党主的 只要有法的医疾 把它清得干干净净 你们自己不清 就是由法力来清 所以我希望台湾人民 跟现在的民进党 也不是那么恐怖 只要是把历史的真相交代清楚 我相信台湾人民还是会给国民党机会 好 党产归零不知道讲几百遍了 问题是党产真的归得了零吗 这一次洪秀柱批评蔡总统说 请问你的谦卑跟你的沟通在哪里 洪秀柱说要捐作公益 宽工有这可能性吗 捐作公益 你算一算你捐作公益 你要扣掉东西太多了 扣掉退休金 扣掉办公厅设 还有付债才捐 可以捐作公益吗 刚刚议员讲的这样慷慨诚词的 不过我们看到 其实你从红十字会法通过之后 陆续的配套来看 国民党是能拖就拖 等到就算不让当三处治条例通过了 还可以再提起视线 其实包括了未来 这么多的变数里面 这个林伟 很多时候 我们不要说 这个民众没有感觉 你包括很多像小道救国团 没有错 高雄台东很多地方 很多时候 大家觉得说 陪伴我们经过年轻的青春岁月 但是 如果它的来源不正确 陪伴多少岁月都是一样 那反而是一个污点 那现在民众会觉得说 给很多委员很大 大家觉得 民进党现在是在 跟国民党在跳车车 大家说对彼此的选民有交代吗 这个我一定要提出解释 其实 这个是一个整个的立法程序 我们进来 任何的一个法案 进来我们立法院 我们这个叫做不当党产的处置条例 那这个法案我们要立退 进到我们立法院来 第一个步骤经过院会 那经过院会的时候 那这个是要到 这个可能要到内政委员会 还是要到哪一个委员会 那这个是就必须经过这样的程序 所以说这个是 第一个他就是在报告事项当中 报告说我们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 要进到这个内政委员会 然后呢 这个到底我们这个院会当中 有没有什么意见 那偏偏的在国民党这时候提出了 刚才国臣生讲的 提出了290多案的这个 这个阵列的一个 这个报告事项 委员应该压力很大 因为我高雄南部的朋友 第一句话电后 因为我男生 先用国骂问候我 说那个名字叉叉叉 民进党是在冲什么东西 对我要讲的 这个是一个立法程序 那所以昨天 我们也没有所谓 赔公子读书 其实是在整个立法程序 我必须得这样走 那我也不可能说 好他提出200多个好 我们明明知道 他提出200多个好 那我们宣布就到 5点6点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不跟他玩了 那不是说这绝对是立法 我得必须走 那就像刚才 在我们下一次的 这个临时会议的时候 一定得处理他 一定还是会到 报这个讨论事项 一定要处理到表决 你这个不当当上 处置条例的这个法案 一定有要逼到你 程序上一定会走到这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我是要解释的是 在让我们民众知道说 在整个立法程序当中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进度 那第二个我觉得在洪秀柱 这个洪主席他讲了 他说说这个我们啊 他们要把这个不符合规范的 这个政党财产公布啊 这个之后呢扣除了这个负债 捐作公益才是正途 我们都知道在整个所有的 民主国家过程当中 政党的财源取得是来自哪里 来自你的这个民众的募款 来自你选票的补助 其实这个这是一般民主国家的 一个政党的财源的来源 怎么会是说 好我的我的我要把我这个不当 从日据时代 站为国有的或者是贱买 贱卖而得的这样的财产 我要来呢支付 我这个国民党的相关的 这个人事费用所有的负债 其实这是错误的 他的本质就是错的 好那作为一个政党 他不知道说他一个政党 他对于社会的一个社会的 一个公共利益过程当中 他所应该要有的一个 这个一个社会功能 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 我要提出解释的 另外一个 他说要捐公益捐给谁 2015年的时候 这个他成立的 这个就开始成立的 这个财团法人 那这个财团法人当中啊 有有几个 我这边提出来一下 你像他在2015年他成立了 他说要捐做公益 所以他赶快成立了基金会 那三个基金会呢 有了新玉台 这个三千万的基金会 有民权基金会 那也有了国家发展基金会的 新玉台 这各三千万 然后我再来讲说 他要捐做公益 他公益要捐给谁呢 在国民党下 你知道他有多少的财团法人 这全部都是非盈利组织啊 好有什么 有这个 在这边啊 列出来的就有十四项了 这就是他要捐助公益吗 所以我想啊 在这个部分 国民党啊 我觉得我要让民众也了解说 也许你会质疑说 在民进党时代的时候 监察院就已经有清查了 那为什么你还要再推出这个法案 那清查在监察院所提出的这个 的清查 他是指国民党 登记在国民党 党这个下的这个不动产 真的他的党赢事业 其实才是真的 我们真的要要去清查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民众也会讲啊 就是说那你为什么 不就用诉讼也好 整个不当党场的 整个项目有十万多笔 你要怎么做诉讼 所以说在这个不当党场的 处置条例当中 为什么民进党一当力推 就是说在立法上 他是有强制力 有时效性 而且有独立机关 我们去处理这件事情的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让 请民众也要相信民进党 因为你给我们 这么大的一个 过半数的一个国会的席次 那在这边我们也念之在 是不敢有任何的捎带 对于转型正义 这件是我们对 在选举过程当中 对人民的承诺 好 来 明前我们再看这一次说 民进党到底是不是束手无策 刚刚委员有提到第一个部分 哪一个部分 到底是谁曾经讲过说 要把国民党党产来捐作公益 第二个 捐公益的定义是什么 过去谁讲过 乌波兄讲过 马英九讲过 朱立伦讲过 现在是洪秀助讲 洪秀助讲说全数 全数捐作公益有可能吗 当时朱立伦是说 运用合法的党产来栽培年轻人 马英九是说他执政之后宣誓 党产处分将会保留党工 接下来其他的捐作公益 吴博雄说有剩余会捐作公益 真的假的 真的是会捐作公益 再来 民进党这一次是 是不是束手无策吗 明显 先讲捐作公益好了 因为我过去在当记者的时候 我对党产国民党议题 其实党产这议题 我长期来追踪 那你说捐赠公益 其实后来我进入体制内 我看到报告是 历年来捐了917笔 大概根据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跟行政院确认的调查报告 去做捐赠 可是实际上到底说 有没有在更多的部分 可以再捐赠公益的部分 我就说国民党当然他要展现说 他有要改革或回应社会的一个 一个声音跟力道动作出来 我觉得才能让外界幸福 这一部分 我就说我过去当记者的时候 我是有对这一部分是有质疑的 那我今天当然国民党自己要先拿出实际的做法出来 那我先讲昨天的立法院的意识杯葛的部分 那当然那是一个合法的程序 那也有他的政治效应 我觉得是国民党该承受的 可是他不是说我只在党党产 我在互党产 我在争一口气而已 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可以解释一下 就说为什么采取这个动作 其实来真的说一个协商的空间 他只要协商出一个合法合力 可以可执行的一个党产条例 那过去我们跑立法院都很知道 我就说朝野甚至蓝绿 其实双方都会把调性拉得很高 可是最后的版本就是一开始 比如说民党坚持的版本 或国民党坚持的版本 其实最后还是会进入协商 所以虽然昨天表决到那么晚 那进入下礼拜一谈话会之后 就紧接召开临时会 那临时会一定会处理到党产条例 可在处理的时候 难道都还没有协商的空间吗 像我党产条例我也研究那么久 我至少举了三点 是比较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有协调的空间 第一个 就是说你要现在规定的是 民国76年7月15号之前 才登记成立的政党才适用 那之前登记成立的 就是以主要政党就是国民党而已 我是建议把76年这个条款拿掉 你就所有的政党都纳入试用 所有有党产的政党都纳入试用 那当然国民党的党产要接受检验 民党的党产其实也可以来接受检验 因为大家接受检验一体试用 这个我就是法律一致性的原则 通通所有政党都来试用 我相信民党当然不怕接受检验 那你不要说专门说 针对76年前才成立登记的政党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党产条例改成 中国国民党不当党产条例就好了 我觉得他要比照政党把的 一体试用的一个原则 那第二个就说 你在试用调查范围是1945年 才开始起跳 那时间拉那么长的时候 你譬如说会计原则或税籍资料 那都保留七年而已 还是十几年 你好像七十二年前的资料 你要佐证的话 我觉得有相当的难度 我觉得这份赵豪一定有 他从他过去的把关原则 他应该心中也有不同的想法 可是他的政党条例 真的完全是就把论把吗 没有他的政治角力在后面 我觉得1945年 这一个真的可以 也可以有协调的空间 那最后 我就执行单位 执行单位 现在民党的版 还是要设在行政院底下 那国民党认为要设在监察院 我觉得说在协商的时候 当然老讲我也承认现在确实国民党讲什么 对于社会的公信力都比较低嘛 国民党提出来报告 人家也不相信 所以那个单位是不是要设 你设在行政院 人家认为说政治力有介入嘛 那设在我们设在 主张设在监察院 那民党就说 你监察院是马政府提了 监委比较多 那如何找到一个公正的独立的第三方 成立一个调查机构 我就是双方争执的地方嘛 所以这三点完全都没有协调的空间吗 所以当进入朝野协商的时候 在这三点取得一个平衡点 所以一个党产条例还是一个合法 合理合情 然后可攻执行的嘛 那不然如果照民党目前的版本都通过的话 你对一些男兵支持者也会认为说 所以现在捐作公益 你觉得到底是喊真的还是喊假的 你自己都觉得国民党现在不论讲什么 社会观感都很差 我觉得捐作公益要做要动作要快 然后要动作要大嘛 像我们的党产年初的时候是166亿嘛 那后来因为有一些股票 我其实我们党产交付信托嘛 我们有一些是那个元大证券 持股蛮大的 那元大证券今年股价跌了很凶 那所以我看到了报告 后来我们的净值又在减少嘛 那你要真的是要扣除掉退休党工的话 第一个那你扣退休党工 我们过去的党工大概1200人有领18% 这些赶快找来协商嘛 就是说希望他们共理时间 确实党产条例要通过了 国民党没有办法支付退休党工 那么忧郁的那么优渥的一些退休金的时候 赶快找这些人来协调嘛 跟他们取得一致性的协调 过去马英九在担任党主席的时候 也想跟他们协调过嘛 他们不愿意啊 那我记得吴伯雄担任党主席的时候 前几年在春节有那个退休联益插会 有一个党工来 他年纪已经100岁出头了 他完全不用处得拐杖 身体还蛮健康的 所以我们平均你18%的退休党工 平均年龄是81岁82岁 就是说这些人赶快找他们来协调 把退休党工处理完之后 那我们真的把所有数据 把它对外公布嘛 那要交第三方公正单位 譬如说我们过去的党产报告 也有台联的前立委国领勇做签证嘛 所以如果找一个具有公信力的 第三单位做签证之后 其余我们觉得说可捐赠公益的额度 像外面讲说我们可以捐赠 一开始提20几亿嘛 那这一部分正好也在执意啊 所以这报告如何取信于社会 取信于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报告 我觉得动作要快 赶快找第三方公正单位 去做一个清查啦 我们听到明贤啊 他说现在国民党想要协商 这让我想到说 检察官在发动搜索的时候 一开始国民党现在 刘委员 现在还算是证人啦 就是说道案说明嘛 那大家还在话 这个讨论一下说 这个未来要怎么来 可是如果一旦 这个一些证据拿出来之后 国民党接下来就会 越来越被限缩在里头 刚明显一直提到说 捐赠公益 可是我比较纳闷的是 国民党并不是一个制造业 为什么整个营运会需要到60亿这么多 其实即便国内的金控 你把它算一个分行 或者它是台北市的一个区域的 60亿这样的自由资金 国民党是怎么算出来 民进党应该也没有这么多的流动陷阱吧 我想刚刚昆峰讲了 是我们一般人对国民党党场长期以来的一个疑虑 当然我想我要在谈这个国民党党场之前 那也容许我用一点时间来表达 因为7月8号的时候台中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利波特风灾嘛 那我也谢谢各位节目给我这样一个时间 像很多我们的相亲知道我今天要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都希望说我一开始的时候要表达我们台东人的感谢 因为在这段时间从7月8号一直到今天这个灾后的 八九天的整体的重建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看见无论是各县市政府 或者是国军 或者是各地方的志工投入台东的整体的重建的工程 让我们现在的状况看起来是 目前的主要的灾后 比如说道路公共设施这整个是目前是大致恢复的状况还不错 当然剩下个别的就是个人的损失零星的 那是比较漫长的一个附建的工程 那当然有人想说如果这次没有那么多外在的力量 能够投入的话 我们很难想象这个附建的工程到底要走多久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 全台东县一天的正常的垃圾量本来是90到110公顿 但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到昨天 昨天李应允环保署长到台东去关心整个垃圾的轻硬的问题 到昨天为止大概已经轻出六千吨了 所以这八七八天的时间已经产生了 而且量还在增加当中 已经产生了将近两年的台东县的整个的垃圾量出来 如果说那没有外线市的这些环保大队来帮忙清理 特别是我们也谢谢高雄市政府也答应说 在这段比较特殊的期间他们会帮我们处理掉垃圾的焚烧 等等相关的问题 高雄市感同身受 高雄气爆的时候 中央因为蓝绿之间的一些纷争 其实我们要特别提到为什么委员非常感触 因为台东台东现在是国民党在执政 不过这一次我们看到第一时间包括院长总统委员 然后各级的这些民代甚至中常委 绿军可以说是请所有的权利 这次是不可以让民众再觉得中央就是不顾台东了 我想在这几天当然一开始我觉得说 这个台风它有时候不单纯是一个台风 它一定会引起外部的政治效应 特别是七月八号那天说巧不巧 其实这个是一百年来台东第一次遇到十七级阵风的超级台风 但是七月八号那天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话 刚好发生台点的爆炸案 所以那天如果你转开电视 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在报这件疑似恐怖攻击案子 所以台东的新闻都一直被忽略 也造成我们台东的乡亲心里面 坦白讲有一点受伤 我们受损在这么严重 但是为什么打开电视里面都没有这样的报道 一直要 现在是有网路 一直透过网路把这样的台东的产状散播出去之后 才让开始大家 包括很多人都知道说台东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其实外在可能有很多 很多这种政治上的解读 比如说到底男的比较出力 还是立的比较出力 哪个捐的比较多钱啊等等 然后谁来之后 包括明显也在质疑说这个来勘赛之后 来关心之后 有没有去参加什么活动等等 我觉得这样外在的政治解读 那个都是外在的政治解读 其实对台东人来讲 每一份关心每一份帮助 无论你是民进党国民党 无论你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 哪一个族群 其实我们都是充满感谢 我们绝对不会去计较说 你来帮我们当我们的志工 是当一个小时或当十天 一个小时我们很感谢 十天那我们当然也充满感谢 那你接一千块的甘心乐意 我们很感谢 你接一百万 那郭董事长接一千万 事实上我们也都非常的感谢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任何一个帮忙 我们都充满了感谢 绝对政治解读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外部会 在台东内部 我们觉得在从中央到地方 还有各民间 大家是非常的辛苦 特别是比如说国军 他投入了五千个人力 在台东各大街小巷在帮忙 我觉得我们都是内心充满感谢 倒是说有人觉得说 到底那天台东七月八号的凌晨 那整个台风是三点登陆 尼泊特三点登陆 一直到八点多左右 才整个在告一段落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常常这样举例 我在举例就是说 台东大部分都住 一天住很多 那我们住在 我坐在屋子里面 我相信那天两点半左右 全台东市跟泰玛丽乡的人 大概都被吓醒了 没有人会睡得着 除了婴儿之外 一定被那个风是大 会被他会被他吓醒 那我们坐在屋子里面 你会觉得说 那个房子整个被抬走 所以那个风势之强大 简直是超乎我们的一个想象 那天亮之后 我们才发现 哇这么大的一个惨状 那有人在 我们现在台东的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刚刚我讲的 目前的恢复状况 大体上是有一定的进度 不过后续的农损的重建 或者是一些店家的这样的一个重建 或住宅重建 当然要费很多的功夫 那有人在想说 那此时此刻他还能够帮助台东什么 当然第一个我们需要比较专业的志工 什么叫专业志工 因为台东本身的 比如说水电工 或一些木匠等等 这些的我们这些有技术人员 他原本的量不会那么大 但是因为这样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受损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专业上的工作人员来 那我们台东县政府他有一个平台 他能做一个媒合 能够来 如果你有这样的意愿到台东来帮忙 把这些灾民做重建的话 我们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有一个平台 我们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媒介 然后这些专业的工作人员 可以去帮助灾民赶快来重建 那第二个我们当然需要捐款 我们谢谢大家的捐款 我们现在的善款已经应该有破1亿元 不过我们后续的这样的重建 还是需要很多的一些善款 而且善款他的运用 当然会比公部门的钱会比较有灵活 能够比较能够帮助到 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 那如果说各位观众朋友 有这样的善心 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把这样的善款 捐到台东县政府的专户里面 去能够帮助这些人 然后第三个 我觉得当然你要想说怎么样帮助台东 我觉得台东现在 我们努力要走出灾区的那种印象 然后我们要重建起来 所以这个暑假或平常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有计划到台东去走一走 那我们期待欢迎大家 如期的计划到台东去走一走 那如果你本来是没有计划的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你改变 稍微改变一下你的旅游计划 能够到台东去看一看 因为你实际的到台东里面去 无论是消费也好 无论是看到我们的乡亲 大家打个招呼鼓励一下 我觉得对台东人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对面对 这种天然的灾害 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子的一个强大的一个风灾 那我们有时候我们苦衷作乐 譬如说在脸书上 也大家有苦衷作乐 说我们台东好像为台湾挡下这个台风 因为这尼泊斗虽然那么强烈 但是全台湾好像只有台东感受得到 其他地方就这台湾就散了 我们苦衷作乐这样想 但我们也充满期待说 从这次的台风当中 无论是不只是台东人 我们全国观众朋友 这个台风一定要做防台准备 因为有时候久了 我们台东也可能 二十几年比较没有遭受这种天然灾害 难免也许我们在防台上 可能会有一些 可以更积极一点 这是我们一个期待 然后第二个 我们期待这个整个台东的重建 因为台东大部分除了原住民朋友之外 大部分都是二次移民 比如说你先住台中高雄台南 然后二次移民到台东的 那我们觉得我们也期待 从这一次的风灾中 我们勇敢的再战起来 能够再创造台东一个 新的风貌 我觉得这是我们对这次台风的 之后灾后重建的一个期待 那我们也相信在中央 还有地方大家努力之下 而且有很多明快的 明确的一些灾后重建的 相关的补助的措施 我们期待这样的这些相关的措施 可以帮助台东赶快从这些 尼伯特的阴影中再站起来 好 在党产的部分 委员是不是也稍微提一下 在国民党的党产的部分 这一次归零 我来谈一下党产 我回应一下刚明显所讲的一件事情 他是说这个 他对执行单位放在行政院 这件事情很有意见 他认为应该是在监察院 我说明一下为什么放在行政院 第一个 不当党产处理跟转型正义 这件事情是国家的责任跟义务 那国家的责任跟义务 我们会期待谁来做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就是期待 那个行政团队做这件事情 简单讲我举个例子 台东遇到尼伯特台风 他要灾后重建 我们会期待 我们说这个是政府的责任 跟义务要帮助灾民重建 那你不会期待 行政机关以外的人做这件事情 你不会期待说 不然考试院来做 监察院来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通常 我们认为国家任务的执行的时候 特别是行政任务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是认为行政院 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代表国家的行政 就最高行政机关 这第一个 那为什么放在行政院 他有个现实的考虑 因为我们要去处理 不当党产这件事情 他需要非常多的人力 跟物力去清查 才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只有行政院可以做得到 因为行政院 他有人力 他有物力 他可以调其他相关机关的资料 他可以编预算 监察院绝对没有 如果我们把这个机关 好我们说通过这个条例 但是我们把这个机关 放在监察院 那我跟大家讲 就是等于宣告 这个不当党产 等于不用处理 你有这个法律 但是不用处理 为什么 因为监察院没有这个能力 大家不要忘记 在几年前 黄黄雄监察委员 他很认真 他也认真用自己的力 他几个两三个调查官 去调查国民党相关的不当党产 但是调查完之后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就是一份报告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 但是他没有办法 根据这个报告 去执行任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认为 这件 大家昨天看到国民党用尽各种的方法 看起来是民主的方法 就是说他用民主的方法去杯革议程等等 但是民主的方法 但是他背后的 他所要去维护的 其实我不客气的讲 是一个邪恶的财产 而且不只是一点点的邪恶财产 是一大笔的不当的胆产 所以民主我们是很无奈 就是说用不当的 看起来是用民主的方式 但是是保障的 是却是一大笔的不当的 当然是166亿 这是他们据说 他们自己说 但是我相信全台湾相信的人应该不多 相信的人应该不多 所以我觉得 要把这件事情要赶快落幕 而且换个角度想 如果说他们认为说 他们钱都已经是心安理得 正大光明 像那个五支张 来这时候讲的话 那应该赶快这个法律通过 然后主持那个委员会 赶快就是该属于国民党的 就是属于国民党 那不应该 光明正大 然后应该要还给国家 还给个人的 就赶快做一道告一段落来做处理 我觉得这未尝对国民党来讲 不是一种 其实这也是浴火重生的一个方法 来杨宇员 刚刚我们听很多来宾讲 第一个说什么 国民党是不知悔改 歹系脱棚 你都现在还在挡这个东西 但是又说民进党是束手无策 我不知道说你如何来看 挑灯夜战也没过 最后也没有通过这个三毒 把他还修会了 还表决到深夜了 但是洪秀珠又说 我们要捐党产 结果发现过去 不少人也讲过类似的话 但是刚刚刘伟员又讲说166亿 全台湾恐怕相信的人也不多了 是 我相信我们摄影棚内相信的人就不多了 不过我很坦白讲 我在去年的7月15号之前 我是一个40年的国民党党员 坦白讲 国民党栽培过我 他有他对我栽培之恩 去年7月15号被国民党开除之后 民进党推荐我选 松山南松山新区的立委 坦白讲 民进党对我杨石秋也有之欲之恩 所以我今天很坦白的 很从客观的角度来跟国民党做些建议 我相信我不会再加入任何政党 我应该也不会再参选任何民意代表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很客观的角度 真的提醒一个 曾经是我参与过40年国民党 我记得《村上春书》有一本小说 其实可以给国民党做参考 国民党一个已经在野的政党 既然还要被执政党监督 这是荒天下之大堂的 当所有人民看到民进党上任之后 所有应该监督的是民进党 却还来监督国民党党产 平行而来国民党是蛮可悲的 所以《村上春书》在三年前 有本小说叫做 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行李之年 里面有一句话 真的国民党 洪主席你可以思考一下 他人事上只有一种监狱 你永远走不出去 那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关在里面 然后把钥匙丢出去 国民党现在就把自己 关在党产这个监狱里面 然后把钥匙丢出去 他就永远走不出去 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尤其我昨天看到 大家可能今天的新闻都看到 欧巴马在昨天接受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访问 谈到目前美国黑白种族的对立 和紧张的情势 他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这个直播节目里面 总统与人民有约特别提到 连他这个欧巴马 已经现在美国总统 都讲他当年住在夏威夷州的时候 都被即使他的母亲是白人 都被很多美国白人歧视 我今天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就是我很诚恳的期待 像明显这种国民党的中状态了解 国民党在过去的执政过程当中 有很多是值得肯定的 你何必把自己现在党产 这么样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监牢里 各位 美国如果你看他的宪法 如果你看他的1776年的 我想昆丰念政治都很清楚 他的1776年7月4号 讲的多冠冕堂皇 他的Independent Declaration 第一句话就是 We hold these tools to be self-evidence The old man are created equal 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平等的 如果你相信美国人的宪法 或是你相信美国在1776年 讲的这个所谓 所有人都平等的话 你就被他骗了 美国独立两百多年了 到现在还有黑白种族问题 但是我不得不说 国民党在审计这块 做的是成功的 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个 全世界最自由民主的国家 发生这么多暴动 台湾审计没有问题 原因就是 国民党在审计这块 做的相当的成功 对面两个民进党的立委 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民进党的朋友 我就举民进党三级平复 当总统的阿扁 现在的副总统陈建仁为例 各位我们完全无法想象 这不就是国民党执政 所带来的一个功劳 各位相不相信 如果你看美国的 History Document的话 你今天看到美国 强压自由民主 1957年 阿扁念小学的时候 昆丰 你如果看到美国的历史档案 你会吓一跳 为什么有九个黑人的高中生 他要去念一个叫 Central High School 因为离他家比较近 结果 不准他念那个学校 那个时候美国独立快两百年了 距离1963年 林肯宣布解放黑弩 已经过了快一百年了 他不能够念那个学校 最后是谁 美国的总统艾森豪下令军队 用机关枪把他们送进那个高中生 九个黑人 阿扁那时候念小学 不会因为你的省级 不会因为你的出身 这就是国民党当年在台湾的一个 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 阿扁1962年念台南一中初中的时候 我相信各位看过电影阿甘正传 都还记得那一幕 两个黑人 一个叫Wayvind Jones 女生 一个叫James Holt 在大学 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门口 今天看起来我们无法想象 挡在他前面的叫阿拉巴马州的州长 叫Wallace 他怎么说 只要在我当州长任内 以前 现在 永远都不会让黑人 进入阿拉巴马州立大学 最后是甘乃迪下令 美国联邦军队把这两个黑人 那是1963年 阿扁念国中的时候 各位 这就是国民党今天贡献 你何必把自己的党产 把自己绑在里面 国民党是有贡献的 我只有再举个例子 现在总统陈建仁 他的太太是南京人外城人 可是他能想象吗 他如果活在美国 不见得会出这种事 我永远记得当我看到那个档案 在我美国那个时候 在图书馆翻到档案的时候 我无法想象 美国在1963年黑奴解放宣言之后 在维基尼亚州1959年的时候 唯一你相不相信 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结婚的时候 只不过因为他是黑白通分 半夜警察来敲他们 那时候发生在1959年 说对不起在维基尼亚州黑白不能通分 你必须要到过了波多马克河 你到哪里 你到哇塞登DC你就合法了 对不起 你不能你不能你们在维基尼亚州 当时南方17个州黑白不能通分的 这是距离林肯解放黑奴一百年后了 这是一个强调民主自由的美国 我们无法想象 可是台湾我们看到陈建仁 他在外省人没有问题 这就是国民党的贡献 而且这个判决更妙是1967年维基尼亚州的 高等法院既然判决黑白不能通分 最后在1967年联邦法院驳回了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这个事实就是说 其实国民党对台湾有些是有贡献的 你把自己现在党产就永远走不出来 如果今天大家翻开美国的法案的话 到陈建仁这位现任的副总统 他如果娶了个外省老婆在美国的话 要到2001年21世纪 美国最后一个州叫阿拉巴马州 黑人跟白人才能够合法结婚 21世纪 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国民党红主席 今天国民党包括民族前这些终身代 你们都要了解 国民党在过去的执政有他的贡献 我一直强调国民党在大陆是过大于功 才会失掉大陆 在台湾有功有过但是功大于过 但你把自己的党产 把自己陷在里面的话 我身为一个非常非常对两党 都不会排斥对两党都有感情的人 我必须要说 你只不过让民主政治倒退了 一个执政党反过来监督在野党 这是荒唐到极点的事情 一个在野党已经要回家睡觉 打烊要打包了 既然还要被监督 为什么你自己找的 而且最重要的 我必须特别强调 如果今天党产通了国库 这已经不合理了 如果国库又变成私库的话 我说实在那就贪毒了 如果说你不能够追究这些党产通国库 最后进入少数的特地人的口袋里面 你就是包拼那些贪毒 在台湾今天经济情况 那么困窘的情况之下 你国民党怎么跟人民站在一起 你国民党怎么东山在一起 所以我今天真的很诚恳的建议 你国民党要走出这个自己 用党产把包围自己的监狱里面 你唯一要说服自己的就是 你有党产 你真的没有未来 你有钞票就没有选票 洪秀柱说恶法通过之后 国民党将会一无所有 他也觉得蔡英文总统 这是超家灭族 当他提出来说 要捐作公益的时候 多少人相信 其实包括国民党认为 这个法案一旦通过 这是违宪 这是一个恶法 那是不是涉及政治斗争 我们来看一下历年来 国民党的党产 你看到整理起来 哇可以说每况愈下 这每一任党主席 好像经营的都不怎么样 可是刚刚杨议员特别提到 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国库通党库 党库又通私库的话 胡大哥 这个无鬼搬运 最后这个党 国民党是莫名其妙被牺牲掉了 这个党被牺牲之后 然后少数的既得利益分子 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代 逍遥在中美台之间 继续获取这些政治利益 大约两个月前 因为国民党说 他们党产只剩下21亿 从李登卫时代的808亿 一下瞬间自由落体到21亿 所以李总统主动找我 我说李总统要跟我谈党产 务必把刘泰英前党管会主席找来 那天晚上刘泰英先生说 以他的精算师的性格 他说党产是1000多亿 比较接近我曾经在这个节目所说的 1350亿 我的消息来源 是我在国民党内部的生活人 跟我讲的 但刘泰英先生说 很多的党产股票 以及不动产 已经转到私人名义去了 所以这个图表不准 以刘泰英先生说为准 其实这个党产的问题 已经进入到这个立法院 叫实力 我经常说贪实力 逻辑感情都不要谈 这是一个震荡性 国会行使程序正义的震荡性 也经过中央地方的选举 非常清楚的 不用质疑 我还是要吃桂林糕做破体 请大家享用 我还吃一口开始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 基督新教天主教都有吃圣餐 圣餐仪式 我也把它当圣餐仪式 表示这很神圣 我不是随便当做下午茶点心吃 为什么要吃这个桂林糕 就像吃圣餐一样 你看国城大口都有大口才吃 从南投吃到法院 这叫做 这叫做展现一种决心 一种承诺 一种目标 用大口的说 就是打死没退 我用弗洛伊德的话 心理学家 他说啊 他是心理学家 他说我觉得 我血液里面留着我祖宗的血液 我的祖宗就是耶路撒冷 那个圣殿 那个圣殿门口的捍卫战士 什么意思 不让敌人进来 临死不屈也要捍卫那个价值的 所以佛洛伊德在他经典之作 他等于翻转了整个心理学精神医学的 孟德杰系里面的毁页 第一页写真 如果权威不向我低头 我就搅动黄泉的水 这就要送给洪秀柱所领导的国民党当中央 如果你们不向民意低头 我们就搅动黄泉的水 我不想多说认输 我先讲结论 下周二 请柯建民总召立业临时会开议 立即把不当党产处置条例当作首案 当天立即进行表决 把促进转型任意条例促章法把它切割 不要一起到八一再做 我知道柯总召的剧本是到八一去做 不行 叫夜长梦多 我对民进党也不信任 我坦白讲我也不信任 我在礼拜四晚上 我跟柯总召谈了三个小时 我说你们不是要不许流血抗争到底吗 柯总召说不是他说的 那我说谁说 他是吴秉瑞说的 好 但是好像塞到柯总召嘴巴去了 我为什么希望周二立即 这样不当党产处置条例表决 叫无奉接轨啊 你在第九届的第一会期 7月15号的最后一天当作首案 那临时会开一天当然应该首案就是不当党产处置条例 是逻辑的啊 不要挪移到八月 不要把什么选霸法啦 什么 劳动那个再放前面 就是不当党产处置条例 我跟柯总召谈三小时啊 其实在座还一位行政所长我不讲他名字 只听我们在讲而已 柯总召主动跟我说 钟英兄 他的压力非常大 非常大啊 内外压力啊 柯总召这本书是你去年 十二月二十号平安夜写给我的 我希望你叫大局承担 承担大局 这是他的一本他的心路历程的书 好看到了 好 里面一句话 对不起啊 我把他把你的心路历程稍微披露一下 因为他花了 我们当过记者知道柯总知道字很难等 很丑啦 所以他难得啦 很多民进党立委说 都签个名怎么你写那么多啊 因为他讲他心路历程 好 请看这下面画出来的 柯总召一句话 画现的部分 褒贬自有春秋 行止无愧天地 人妻天不妻 对啊 柯总召 不能欺骗天地哦 不能欺骗选民哦 人妻天不妻哦 左二立即进行表决 不要再拖 如果各位不知道啊 民进党立院党团的电话 或柯建民委员的办公室 请问104就转就好了 你打104 说立法院转到立院党团 跟他说 我请钢粉动员好不好 钢粉拜托啊 粉丝填粉钢粉的动员 打电话对柯总召施压 今天随时针我们就施压水 好 我来解读报纸哦 其实 这个剧本嘛 就是如此吧 我们大家都心里有数啦 好 外行人是看戏 我们内行人看门道啦 昨天这个戏 这个秀 就是一切事业都是表演事业 我们心里有数啊 这根本不需要辩驳 我先用北京话对洪秀柱主意说 别闹了 那有台湾说你把他成效的 就评论完毕 不需要再解释了 我才不相信捐作公益的 好 这联合报道是比较坦率的 你看 两党各自打自己的算盘 患难要发泄情绪 患律要对选民交代 讲的多好 本来策略一 是国民党攻占主席台 但是进场容易退场难啊 能攻占主席台就想走啊 就知道 你也不能滑手机啊 要做打仗的样子啊 做总装最怕 战来以后大家要跑啊 对不对 而且为了党场攻占主席台 很坏 所以国民党话就不行 于是 坦白讲啦 我以前说立法院是王科体制 现在还是王科体制 大家来收啦 来瞧啦 好了 竹条表决 这剧本啊 所以王院长按一下就走了嘛 被人料国东一直替他按嘛 没有 就自动 就自动 就这么一回事啊 都要交代啊 你们是演戏没关系啦 但是 这是苹果日报的小评啊 看到没有 请看一下 我相信赵豪跟代华 你们都有压力啊 哎 你的双民倒不住了啦 时代力量 今天早上发布新闻稿啊 哎 想法跟我一样 第一案 周二第一案表决不当党场属于条例 如果民进党不做 请大家票投 时代力量 2018 我公开讲 如果民进党不做 请大家票投时代力量 要给他压力啦 不要以为我们是民进党护水组织喔 虽然我跟你两位感情很好啊 好 我也要向三党主席讲 蔡英文主席 宋主席 还有黄国昌主席 党场规定可是你们政界喔 没有错 已经在7月15号做到副委 已经不容易了 我们知道了 但是 周二一定要通过 好 我讲一些 还是要指出来 因为国民党会再把 不分去立委推出来 所以昨天已经公布 三位靖国神社假期战犯 第一个叫廖国栋 第二个叫徐毅仁 第二个叫陈怡民 廖国栋委员说 他主张党场归零了 你怎么去来做一条表决呢 还替王院长按呢 怎么变成人工机器人 一只按一只按 那徐毅仁先生 你是TED台北的代理人 总部已经警告你 不参加政治活动了 你变成捍卫党产 我已经透过 具有美国律师的王安可务律师 到总部控告你 剥夺你的TED代理权 知识 陈一鸣教授 我就请高雄医学大学的学生们 你们出这种副校长 你应该不会建设 高雄大学生 如果你不表示意见 切他这么拼了 为什么 你看陈一鸣教授还得意 还脸书秀 他昨天推出900个案 你看 是不是900个案那么高 你看看到没有 还得意耶 有什么得意的 做坏事还留下记录耶 我只讲实例了 这是今年1月18号 不好意思 郭神你没有入镜你在旁边 我们在吃桂林糕嘛 戴帽子就是王可务律师 今年90岁 他跟我说 钟英兄 你收入有限 但是啊 我只收你一次的钱就好了 但是你可以告到保 网内免费复达 我说什么叫告到保 就是把费吃到保 我给你告到保 就是这样 今年1月18号 我看过几位 对啊 起码路径我画蓝色的 马英九 朱立伦 林德瑞 因为林德瑞里面很多帐 还有洪秀珠加告 结果 这个 北警的警察长林弼义把我归零 他也变归零 我知归零 他就归零了 他把148个案办归零了 后来再出24个案 我不知道我是被归零的 还是24个案里面 我还不知道 但昨天啊 很多人问我说是真的假 我说真的告啊 我律师会附了 我还不告啊 加告三个人 就三位 这三个公民两个人 廖国栋 徐毅仁 陈一鸣 让你们常常 走法院 召唤他们的干扣 如果你们之后还有动作 就加告 我这告是什么呢 为被告共同 涉患 詐欺罪 你们之后再来 我要告你们强盗罪 为什么 国民党把那个 木炸国发院的 土地的阿公啊 用枪顶着把他换来 就强盗罪 你们是强盗共同犯哦 不要开玩笑哦 做个媒体的人 我在那边做评论 做个公民 我可以输出法律啊 何况我的确啊 我只要负一次会 就告到榜 谁下礼拜 在捣蛋 在拙条表决 在镇主席台 保证你变成 不是靖国神圣 党场归零的甲籍战犯 那你们在历史上留下记录 好 刚好 葛德哥讲说啊 他现在连民进党都不信任了 不过他有特别提到这一张 国民党的资产 他说这一张表是假的 很快最下面一行 就看下面这一行 从82年的250 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105年3月 洪秀柱说 还有166亿 这个数字 请问一下 国民党何去何从啊 洪秀柱真的是 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吗 历任的党主席都说 不是自己的错 那我们要问的 你看这里头 有从李登辉 连战马英九朱立伦到洪秀柱 哇 大家的绩效都不怎么好 那前朝推前前朝啦 大家推来推去 其实未来现在比较尴尬的几个 包括了国政议员 我们看到最近要处理的 可能有复联会 可能有红会 红十字会 未来救国团 但这些是比较知为末节的 因为里头可能特定人士在掌握 那亲民党现在的党团态度 其实不断党产 你们是支持的 并没有去把它给党下来 这三席里头 我们要来看 未来你们跟民进党的互动 跟时代力量互动 或者跟国民党的互动 如果说提出了四线案 亲民党的态度是什么 现在又有蓝军立委跳出来啦 说啊 以前 这个我们主席也是老秘书长啊 他怎么可能会不太知道 党产的运用 那难道亲民党本身有吃到甜头 所以不好意思 在这个上面多加琢磨吗 您的态度是什么 亲民党有没有吃到甜头 我不能代表亲民党去承认跟火刃 但是我就我个人 我要宣布 我绝对没有 我绝对没有 因为我还是吃归零糕的 亲民党未来何气何从 他我们也讲得很清楚 对于不当党产条例 我们是百分之百 挤双手赞成 那九三阅兵的潜力已经在了 至于九三这些 我也无法回答 因为我不是中央的长官 那我是觉得这样啊 苦口活心啊 苦口活心 对啊 我们还是认为是这样啊 以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台湾人民啊 我想针对这个党产 我跟胡大哥的看法一样 这个党产到最后不是归属胡大哥 可是他为什么坚持 就是正义嘛 就是真相嘛 所以一样 我跟他心情完全一样 其实这些归给国家 归给人民 还给人民 都不是我们的事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 你可想而知 台湾人民也是一样嘛 所以我是觉得国民党啊 平常你讲多数的党员 还认为党场是真的 他们的沉重的包袱耶 但是如果可以这个当全派的人 使用党场的人 他就把它当成是甜蜜蜜 很好用啊 所以他们这种两种想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在看昨天国民党那种战换 只有三个 可是他有35个 为什么只有三个 他比较特别的人啊 真正有良知的 以及战换 真的有良知的人 是不敢站在第一线 我在想帮国民党讲一些话 国民党还是有好人啊 像明显这些是真的好人 那其他人我是不曉得 今天没有人录影都不是 另外啊我在想 党场条例 到底是转型正义 或者政党追杀 我们来探讨一下 我认为 国民党的想法 就是只要通过这个话 对我不利的就是政治追杀 国民党一定是这样想啊 可是民进党 跟多数的百姓 他就认为说 这是转型正义啊 所以就形成这些党产的 这些条例要过啊 就是公收公有礼 婆收婆有礼 这些 说实在的 国民党就以偷代变嘛 用时间换起空间嘛 其实你不晓得1月16号选完以后 你们就要准备被 把这个不但当场要把它交出来 你们自己都不畏已绸缪 所以我在想 国民党继续在这样做 人民会也看不起国民党 所以 这个明显我还是奉献国民党啊 回头是岸啊 那我是觉得国民党 如果我是国民党的劫策人员 我会这样做 伸头一刀 收头一刀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脱过今天 脱不过明天 那我干脆就很坦白的 把所有的问题 把它摊在阳光底下 告诉台湾所有人民 我的党产 哪边对不起 哪边是我的 哪边是人民的 你把它分得清清楚楚 到现在人家法令要通过啦 人家有这个条例要通过啦 你才讲说 我要两年要来监 我监到最后 上次你说还有21亿 现在看起来似乎 只剩下19亿咧 再过一个月只剩下16亿 到最后 复数 国民党要编 民进党要编列议算机 救国民党 所以我是觉得 买个品啦 要收困 所以我在想 党产确确实实是历史的一个工业 所以 到底是 党产是包袱 或者 是你应该要重新出发的 这个 国民党 你如果身为国民党的一份子 你就要好好去检讨 所以 我还是希望 台湾人民要的是一个真相 台湾人民也是很仁慈 看到民进党 如果入罪行的去打压国民党 身为亲民党 我也不同意 但是 我希望国民党真的回头是岸 好之为之 台湾人民要的是只有一个真相 不是要你完全没有走出那一条路 所以我希望国民党真的好之为之 好转型正义还是正式追加 六位元 连战当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还有808 洪秀处现在是来到166 808到166 你知道我引用蔡正元 引用 引用 他说民进党把这个太平岛的经济海域丢了 还不赶快把这么大的这个资产 征回来 你整天的搞内斗 你跟国民党斤斤计较的 民进党心中没有国家 太平岛丢掉的海域值多少钱 我先回应一下 虽然我认为蔡正元的话不值得回应 我要再讲一下 我们从来没有在 我们政府从来没有在太平岛化过经济海域 这是第一个 经济海域不是当然会产生是我们要化 化完之后如果有冲突 要跟邻国来协商 所以第一个我要先说明一下 第二个太平岛当然对我们很重要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通常是很多重要的事情 一并进行 不是说我们在处理不当党产的时候 我们其他内政外交我们都放 也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说 因为我们要处理太平岛的事情 南海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把不当党产给放下来 这都不对的 我们要可以提头并行的 当洪秀柱讲说他的党产清朝完毕之后 他捐公益 我跟你讲这个到底会不会有几个人相信 我相信 光开中常会的时候就没几个人相信 因为你对照洪秀柱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 邀请一个号称是学者的武先生 武之章先生 他去里面做一个政策的 我认为是一个宣誓的 就互相鼓舞 说党产是一个政大光明的 大家用的要心安理得 大家想看看当一个党主席 是这样的价值观念的时候 你还相信说他会自己把党产清理完毕 然后把剩下的钱捐给公益 我觉得没有人会相信这件事情 反倒我们回顾到昨天 我们立法院挑灯夜战 现在大家来做一个像真的是很无趣的动作 都一直在那边都在那边按钮 但是国民党看起来是用一个合法的意识的杯葛 来达到他的一个目的 也许他会讲说你以前民进党也用过 我们从来不否认民进党 以前在过去在野的时候 用过非常多的意识杯葛的方法 我们不否认 但是我们为什么杯葛的时候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是为什么去杯葛 而且我们也勇敢的跟台湾人民说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无论是服貌也好 无论是美牛也好 无论是核四的议题也好 我们都很勇敢的向外界来说清楚 我们为什么要去占主席台 我们为什么要用意识杯葛这件事情 但我请问国民党此时此刻 你敢无论是谁 红袖柱或者是党团的干事长等等 你敢在很光明正大的跟所有的台台湾人民讲说 我们昨天这么做是一包话 国民党还自己否认自己的提案 他第九案第十案我随便念一下 第九案第十案第十五案第十七案 都是国民党自己的提案 他还自己把他否决掉说这个要退回去 刚两位有提到说民主党这次束手无策 绝对不是束手无策 因为这个但你们跟这个议事的规则有关系 我们把我们有信心在 因为临时会的时候第一个他没有报告 报告是没有报告私下 第二个他要针对特定的议程来做处理 所以你不能再去编更议程了 当然他还是会用其他的方式杯葛 但是不会像我们这个定期会的时候 有那么多的手段 所以我们有信心无论这个临时会 坦白讲如果第九届可能创立法院的记录 从来都不休假 或者休假五天十天都没有关系 甚至都不休假 我相信我跟戴华 还有我们所有的委员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都不休假也没关系 这个那么关系台湾重大的一个法律要通过 我赞成郭城大哥所讲的 这个不是在清算哪一个政党 这是让我们国家正常政治 可以正常发展一个重要时刻 大家想看看一九五六年 国民党交通部只凭一张公文 就把台北市人耐路的五千五百多平的土地 把它移转所有钱给中国广播公司 一九九九年这块土地卖给洪盛建设 这一张公文可以让一个政党赚九十 赚九十亿你说这个还有公平可言吗 我们只不过要把这个事过境迁 我们要把这个不公平的现象 一一的把它摊在阳光下把它追求出来 最后我其实奉劝 其实国民党的终身材 我相信包括明显那种焦虑 他们真的很想很想 赶快从国民党党产这个议题脱身 但是没有办法又被绑在一起 我举个例子来讲这个钱 没有钱真的是很难做事 但是钱太多 或者他来不明明的时候 反而会限制一个人的发展 我今天我们台东上个礼拜 经过尼泊特台风 这照片所讲的这个 这个周先生他一生继续 五千多万他开一个家具工厂 一个家具行 他就台中小孩 一四人二三十年 打拼都开这间家具行 一夕之间这五千多万 大概可能都泡汤了 但是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念头 他说赶快整理好 而且他要谢谢他也跟银行接洽 他说他要重新站起来 赶快去取得一个低利贷款 他重新把它整理站起来 他那个是让人感动 他感动说他愿意他旁边的朋友 很多愿意去帮帮他 包括也志工去帮他整理 整理他的工厂 我相信一个人有决心 他不是只有靠主产的时候 他会感动很多人的 同样的道理 国民党此时此刻 党产绝对带给他是一个负数 他唯有把这个党产 勇敢的切断的时候 遇火重生 他才有可能去感动其他的追随者 让他有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 送给国民党的中生代的明显 还有其他有志志士 到底国民党该如何去解决 目前这样子的一个困境 我去两个例子给大家做参考 一个发生在七十年前 一个发生在上个月 方舟美教授这位历史学家 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 像蒋介石在抗战胜利 1945年8月万民涌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 变成人人喊打 两年后国民党全面崩溃 在许邦会战结束之后 原因就是当时 中共 中国共产党只用四句话 就把你打垮了 他说整个中国就是四大家族掌控的 他用非常简单明瞭的句子 叫做蒋家的天下 孔家财 宋家的女儿成家党 我们整个中国大陆 是蒋家的天下 他说了就算 蒋家天下孔家财 财都被拿走了 被他的什么大姐夫 孔祥熙孔家全部拿走了 宋家的女儿 陈家党 宋家的三个女儿 嫁给国父 嫁给行政院院长 当过财政部长的孔祥熙 老三嫁给当时 中国最高领导蒋介石 陈家党 整个国民党就是西西 陈立夫陈果夫 两兄弟控制 当这四大家族掌控的 垄断了整个 中华民国在抗战胜利之后 一个天王巨星蒋介石 陨落 今天台湾同样如此 我必须呼吁那一些 洪秀柱的所谓的铁杆深蓝的 皇父亲党部的一些朋友们 我父亲母亲都是皇父亲党部的 我必须要说 其实你们根本不用担心 国民党党产归零 我要告诉今天 所有住在荣民之家的 这些老伯伯们 我要告诉今天 那些领所谓的终身奉的 那一辈子荣马一生 为国家奉献领 松身奉的荣民弟兄们 你们领的钱 都不是国民党党产 都是中华民国的 纳税人的钱 那是国产 国民党党产归零 根本跟你们无关 你们今天住在 荣民之家领一万多块 或是那些 为国家保家卫国 不管参加过823 参加过古龄头 现在领的钱 都不是国民党党产 都是中华民国的国产 当你认清这样的现实 你就能够深刻体会 我刚刚讲 那些所谓四大家族 给国民党造成的困扰 你如果没有办法回忆 蒋家天下恐家财 宋家女儿成家党 这七十年前的事情 你到监察院 看一看的政治现金公报 你看一看 那个比你更有钱 住在地堡的廉胜文 在一年半前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国民党是给他两千五百万 请问你住在荣民之家 国民党给你钱吗 那些那位目前当 某企业的副董事长的胡志强 国民党给他五千万 全部都是合法的 你去看监察院的政治现金公报 你去看看马英九 你去看看目前享有退育总统礼遇的马英九先生 或连赞先生 享受过退休副总统礼遇 每个月领三十七万的连赞先生 他在选副总统 选总统的时候 国民党给了他多少钱 政治现金公报看得清清楚楚 国民党党产是用在这些人身上 你去看看朱立伦这位前党主席 他有多少财产 国民党一年半前给他两千五百万 可是另外一个例子上个月发生了 一位退休的农民将近八十五岁了 他退休之后 在过世之前 他的遗嘱 一个农民每个月领一万多块钱 不敢装冷气 电风扇不敢舍得开 三千多万全数捐出 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国民党的党产 在政治现金公报看到 不就是那几个家族在选举之用 而这位退伍的老兵 这位赞先生 八十五岁过世 三千多万 连他的房子在内全数捐出 捐给照顾他的退伏会 说这些三千多万来照顾那些 跟我一样的农民弟兄的孩子们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 我很坦白 这些农民弟兄的孩子们 可能都生活在比较辛苦的阶段 因为国民党就像我所说的 他的党产 特别的照顾的是那些 少数的特定的家族 三千多万 那是省吃减幼 对郭台铭三千多万不算什么 对王永庆王 王永在家族不算什么 一个老兵三千多万 电扇舍不得开 不装冷气 每天吃饭吃最简单的是用什么 开水来泡饭的 他捐出去了 他获得人家推崇了 国民党今天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兄弟 和这样的想法 坦白讲是很辛苦的 最后我送给一句话 刚才 忠心兄特别讲了几个假级战犯 还有乙级战犯 我以我自己亲身的例子 送给这些国民党过去的同志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我自己曾经是国民党的名义代表 我自己也当过国民党 司议会党团的副书记长 但是当我认为不公不义 即使他是执政党 我会到监察院 我会到法院 我会到调查局 我会到廉政署去捐居你 因为我永远记得一句话 美国第36任总统 叫Lando Johnson的这句话 我这句话送给今天 国民党仅存的35名立法委员 Lando Johnson当过国会议员 在国民党的领袖 人家问他说 请问Lando Johnson 你在当国会领袖的时候 你是先考虑你本身民主党的利益 还是考虑共和党的利益的时候 Lando Johnson 这位美国第36任总统 当国会议员讲得很清楚 他我先考虑 我是一个美国公民 其次我才考虑 我是一个美国的联邦参议员 我最后才考虑 我是美国的民主党的参议员 我自己是 我先考虑 我是台北市议员 我最后才会考虑 我是一个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我把Lando Johnson 这美国第36任总统 当他担任美国参议院 民主党的领袖的时候 他的一句话送给今天 所有国民党的朋友们 你们在考虑到 党产问题的时候 请记得你先考虑 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然后考虑你是一个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最后再考虑 你是一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好来 胡大哥 有关于转型正义 以及国民党党产归零 我们听您的意见 其实 党产跟促转都是一物之两面 这个进程的问题 我喜欢引述使徒保罗一句话 他说 我成了一台戏 供世人观看 每个人都一样 立委 议员 记者 媒体 评论者 都一样 我们成了一台戏 供世人观看 各失其者 但关键是 你可要站在正确的历史一边 要站在正确的舞台上面 最近 前副总统吴敦毅先生 有打电话给某个 我的好朋友说 吴忠信支持我 吴敦毅角逐党主席 是真的还假的 但我这朋友怎么回答 我就直接告诉吴副总统 吴副总统 我都叫吴主席叫习惯 我都叫习惯了 吴主席 我是真心诚意支持 吴副总统角逐党主席的 台湾讲我跟他的关系 唯一就是 台大日理系他比我大六届而已 就这样学长学弟 其他我都跟他没有关系 只有好几年以前 他约我在福阿饭店 一个下午茶探视 就唯一这样 好几年前了 就这样 我是真心支持吴敦毅角逐 就是明年八月的当主席 一句话 止跌 我最早披露 然后吴副总统主动跃见 徐新宁前立委说 希望他回到国民党 然后提名新竹县立委 那新一委是拒绝了 他人家要批这个民国党的战袍 而且民国党可能会叫台湾民国党 那天王金平院长在做 我特别求证王院长 王院长说的确有这回事 他在做 王院长也说他也支持 就是吴敦毅先生叫做党主席 谈党产 我最近没有遇到宋主席 但是前不久 只要选前我谈党产 只要宋主席 看到我就一定这句话 中英兄 党产归零一直追究下去 他说会出人命 于是还跟我说 有人跳楼啊 会有人跳楼啊 真的啊 会有人跳楼的 蔡英文总统候选人 去年11月19号 就坐在坐三位的位置 回答我的问题 他当场归零一定成为政策 柯总召听到了 所以下周二 不能再推了 黄国昌 私立的主席 在1月16号晚上他打电话 给我 谢谢我啦 同时他也跟我保证 党产归零 三个党的党魁都这样说了 好 这篇报导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篇的 这个杂志的报导 哎呀里面很多内幕啊 我都还没有注意 这篇 好看一下 我来引述哦 引述都精辟啊 我来引述一下哦 国民党党团总召廖国栋 现在怎么说呢 党团目前多数主张 让党产归零 党团书记长林德胡也直言 需尽数了结此事 富庸泰委员说 今年三月党团已通过支持 党产归零 有声明了 在以前副主席说 党产是必输的战役 他忧心开战后 党尾将沦为牺牲拔 国民党最不聪明就是 被困在这里 都是字字句句 问题是你们怎么都精神分裂呢 怎么昨天都捍卫党产呢 请教廖国栋 林德胡 沛洪泰跟蔡英贤 朱惠前辈好朋友们 你们精神分裂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还是两支打拼 王津平院长我比较了解 他在立法院院长任内 我只要找他 我一定要说院长 你要主张党场归人 他一定会说 那不是我的事 你去问董事长 但最奇怪的是他在 不久前在立法院的独白 那一段独白 结果国民党及立委都人去楼空啊 台湾独白蛮奇怪的 那昨天我觉得蛮奇怪 他有按一下 昨天出来那个 王源人变成Nike的代言人 那点一下就走了 点一下Nike 运动鞋做广告了 那廖国栋一直帮他按 我解读啦 我这我解读啦 2月1号以前 叫王科体制 台面上的 2月1号也叫王科体在台面下的 我还是认为 王静雲院长 很有可能出任海基会董事长 詹以前副主席 我直言他在卫生署长的认识 其实我对他印象一直很好的管理者 我也在前面讲过了 詹副主席 你去做这个副主席是头壳壞去 他为这个有点不高兴 此时为什么不说啊 你不是说要把主流名义带进国民党吗 詹副主席 保持沉默就是共患喔 你就是国民党厕所里面的花瓶喔 就像过去两奖时代那个社民党 跟青年党一样喔 大概一个礼拜多前 詹副主席透过秘书说想请我吃饭 我说 请跟他讲 难道这是国共内战打打谈谈嗎 我主张党厕所给你去做就好了 我说我不吃饭了 人家还以为要跟国民党妥协咧 洪秀柱主席我只讲一句话好不好 你用闷子的话 忘之不是人心啦 用现在话说别闹了 我透了一段内幕 国民党的党赢公司中头 有很多不明贷款 目前正被调查中 我点到为止 跟国民党对话 用英文说叫 卡夫卡对话啦 香港人说 鸡同鸭讲啦 不用讲啦 表决啦 拜托两位啊 跟我们反映一下 周二 如果民进党不进行表决 请大家 未来的 县市议员选举 立委选举 这是我公开呼吁 好国民党何去何从啊 好我们看到 其实今天大家谈了这么多啊 都在替国民党找出路 我们来看看 青壮派还是国民党的希望吗 或者会不会未来 酿成青壮派的出走明显 出路在台东嘛 对齁 这个党产捐给台东就好啦 我们都是台东人啊 我说出路农场 没有 这样子啦 我刚回应正好讲说 我们真的是 只有靠党产才能重生嘛 我认为不是这样子嘛 我自己在跑基层 我昨天中午去了福人社 晚上跑了一个庙会行程 我去都有捐款嘛 我是拿自己的通告会再捐嘛 昨天上了几个节目 通通捐出去了 那我们在跑基层的时候 我们都靠自己啊 我们靠党产嘛 完全没有嘛 必须要自立自强啊 对中生来讲 党产 对我来讲 真的是在天边的云产 碰也碰不到摸也摸不到 又没对嘛 所以真的对我们有加分吗 我们始终认为 我认同我们副主席 詹琪贤讲的嘛 你党产不处理的话 你现在党产在议题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利的战场啊 你现在这里就陷入了泥闹嘛 啊比如说过去在打仗的时候 机械化部队陷入泥闹里面 塞了塞不走啊 真的啊 你赶快跳脱出来之后 才能像詹琪贤副主席讲的嘛 从加部病房 把管拔掉 不是贴到太平间喔 送入一般的普通病房嘛 我认同他的理念啊 我来跑基层很多 基层的民众支持者 也是这么认为啊 确实我们基层有这种声音嘛 可是你当然站在一个党主席的一个角度 他必须关照全面嘛 有一些退退休党工的 他还是要必须要兼顾到嘛 所以在立法院的昨天的那个焦土作战 当然还是要争取有一个协商的空间 还是要一个合情合理合法 可供执行的党产出的党产条例出来啦 我个人我也认为党产条例要完成立法嘛 那当然你立法之后到行政执行 那那当然是有一个一个难度嘛 不管他的机构是设在行政院设在监察院 或设在哪里 我始终认为立法不是问题啦 立法完如果去执行那才是难度嘛 譬如说明朗一来讲说 你国民党党产多少我帮你查 我自己啦 我自己过去一段时间我在党内 这一个部分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资料我不想 我不敢佐证 可是有相当的可信度嘛 我们党产是有转移到私人啊 我听到的比数是大概50笔左右 接近可能搞不好会更多 那这些完全都没资料啦 完全都没有资料 要怎么查 有些人转到一手 转到两手 转到三手 那我们试图特定有人检举 有去针对几个个案去查 你查到第一手第二手就没了 因为你查地籍资料那些 你真的都查不到啊 我不晓得可以动用什么行政力量 或什么 因为那些有些是年代久远了 那些我说 我不认为那一部分真的查了下去嘛 那你从我们本身里面都完全没有资料的话 怎么去查 我也认为这要查回来啊 转移到个人里面 我觉得这有没有转型正义 这真的是要转型正义的一环啦 可是要怎么去做嘛 我觉得这有它的难度啦 那对国民党来讲 确实很多立委有一些他们的想法 确实跟党中央不见得是一致啦 我就说我在录影过程中 我们都会常常遇到国民党立委 就说我们遇到私立教会讲说 我们东山要处理好 党产条例要赶快有一个 有一个妥善的处理 那你们这些年轻的 后面处理 处理嘛 不然每次出去只要遇到党产条例 马上就被打啊 我就 这确实会变成我们一个灶门啦 那最后我讲说 要跟詹琪贤副主席讲了说 要慎选战场慎选议题 那我们的战场 不应该现在党产议题里面 那我们如何选择战场呢 对我来讲我觉得说我们的战场 就是要跟民生议题结合嘛 国民党一个在野党 如果不选择民生议题 不跟人民站在一起的话 老实讲这在野党 他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嘛 选择战场拿两个 我觉得有可以切入了一个劳基法嘛 周休二日嘛 像民党他有他的执政包袱啊 像我们那个吴志阳通过了 出那个出审的版本二例 民众资本不敢动啊 他也是拉下协商嘛 第二个年纪改革 我觉得是国民党可以 可以琢磨的地方嘛 过去我们在执政的时候 年纪改革其实我们有经验了嘛 那现在民党跨在那里就说 他对劳工的部分 对军公教 那一个年纪要怎么处理的部分 现在民党显然还没有找到他的方向嘛 我觉得是国民党可以琢磨的地方嘛 当国民党不能选择民生议题 嵌入的时候 持续现在党产条例的时候 那就是用挂嘛 一刀一刀继续留 毁了一直劳嘛 所以如果只有战场在这里 我觉得国民党看不到方向跟未来啦 所以 党产条例赶快通过 可是我还是始终坚持说 要一个合情合理合法 可供执行的党产条例啦 好来 立委员这个是抄家灭族吗 还是转型正义呢 我想这边真的要 大家要思考一下 我政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政党存在就是为了要执政 那我为什么要执政 因为我要服务人民 那所以说你要服务人民 你要用选票去拿到这个民心 你用的是什么 你要推出的是你的政见 什么叫政见 无非你是不要嘛 哪里我民生疾苦 我民生哪里呢 是了民所苦 解民所困 那你要推出你的政见 这个就是一个政党 他真的在一个 这个整个社会功能当中 我为什么要执政 你要取得民心 你要得到人民的信任 其实这一点 其实是国民党 他要很真实的去认知的 那其实第二个 刚才明显讲的 就好像是我们这些区域立委 平常的 包括这个地方的 包括国城市议员 我想我们都是基层起来的 其实就是在 你在跟地方结合的时候 你就是在探访民意 当我去参加一个社团的时候 这个社团他跟你讲说 这个他们在相关的一个 这个相关的产业当中 他们遇到哪些困境 或者是我参加一些 农民团体的时候 他们讲到说 这个现在的肥料 真的是高涨等等之类的 其实这个才是说 你这个政党 是不是能够接民意 接民气 然后才能够在这个了解人民的痛苦 而且人民的这个不满委屈的时候 你执政的时候 你怎么去替人民解决这样的问题 而且趁自能够带领人民 其实这是一个政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这是国民党当中 他应该要很清楚去认知到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再讲到这个不当党产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看现在的地堡 你知道地堡它其实是 原本的这个政府他接收日产的台湾放送协会 被国民党利用执政的优势 占为国有后 贱卖给原力建设 那所以成为现在的地堡啊 包括现在的张荣发基金会 他原来是政府接收日本的赤十字会 后来呢却遭国民党强占 连租 贱买 或失字 并失字让售 而将呢这个国产占为失产的获利 这就是这些不当党产的实质实质的案例啊 所以我在想说 今年国民党他对于这个党产 已经是只能说是困兽之斗 因为已经进入到这个整个立法程序了 而是他要真的要站起来的时候 真的要成为一个有力的在演党 35席也不算少啊 民进党也曾经有跳到27席的时候 可是我们那时候的战力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当时的整个九合一 第一次的九合一 我们有一个大祸掌祸 其实还是在于你那个民心 你二十几席三十几席 其实重点是你能不能真的为人民 在他们的这个实质的主流名义当中 你是不是有掌握到 那包括现在的国民党 你现在陷入到党产 不如你用这个心去说 好我们现在台湾的经济的状况 现在的经济状况 除了我们在讲劳工条件 再讲到这个电力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产业的部分 我们其实在相关的有关的这个 投资环境上来讲 你是不是也愿意跟用一点心 跟现在的这个执政党 开始来做一些辩论啊 做一些解套啊 为人民在这个经济上能够做一些发展啊 而不是陷入于在这个党产当中的这个泥绕当中 所以最后啊 我在这边也呼吁啊 这个捐作公益啊 这个根本也不符合公益啊 什么叫做 这个本来是属于国家的 你党产就是要返给国家还财渔民啊 不是说好 我把所有的债务都清除掉了 然后之后呢 我来做公益 那我再要再强调 你所谓的公益 其实就是回归到你所有的财团法人嘛 这就是你这几年来 你们所做的的做法 所以我在觉得说 其实这样真的政党的意义 其实不要忽略了人民给我们政党的力量 给我们政党存在 这是个民主社会过程当中 我们要珍惜的 对 对 对